啟用已經很久的林安橋 結果已經是相當都故意路大車輪 也相當的大市府 進出的經費進行的改建 那位二和雄五八點開始 將公開的故事進行的改建 到前兩邊做好的更高的這個變形 將作為一個替代的路 跟蘇林就要將車開到這裡 台南市中西區林安橋的改建工程 預計在112年度的9月2號早上8點 豐橋改道 改道到我們舊橋兩邊 有新設的鋼變橋的替代道路 那改道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也是維持了單向各三車道能夠通行 一天目標是表示說 拼圖期間整天24點前會有交通機會 跟蘇林愛媽來行訴 那要特別注意的時候是 因為我們在改道的過程中 為了配合舊橋的拆除 還有施工的過程 我們會禁止中華西路 北上的部分 禁止左轉安平路 跟建平十六街 那中華西路南下的部分 我們也禁止左轉府前一街 那府前一街的部分 我們東側的部分 它只能右轉上我們的鋼變橋 它與中華西路這個路口 是封閉不能通過的 今年南橋的改建有限在2004年代 完工 它改建期間跟蘇林愛 尊教到相關的音樂和驚喜設施 希望中交通的上級感到上級 以前橋改建後 剛才看不到橋樑安傳之外 橋樓的官方也會來領館1.2公車 就配合到溫和優準的水上觀光 我們這個林安橋改建之後 那大概它的寬度大概會 大概是維持線框大概32.4公尺 那主要它改建的效益大概是它的橋 橋底的部分它會抬高 比線框大概高1.2公尺 那配合以後我們運河整個油船 下面有一些油船能夠通過 那能夠打造我們整個運河的一些清水的一些設施 帶動地方的觀光跟未來的一些發展 這個鑑定向南地是當時的交通部長林家梁 在林來的答應專家補助後 它會主要是應付到交通的安全 也同時溫和觀光的新的環境 南天新聞 南英寫的南蔡宏博德